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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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报告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报告人赖岳谦 来跟各位报告第一件事情 就是蔡英文又宣布了 他又宣布什么 说要成立一个太空中心 要把这个太空中心 从原来是一个公家的机构 转变成为行政法人的机构 不再受立法部门的监督 编多少钱 251亿元新台币 重点哦 新台币不是美元 而且是十年 十年的新台币 所以平均一年才25亿新台币 观众朋友 您知道发展太空中心 要打造一个所谓的 新链计划 这个新链计划 要仿造马斯克的这种新链计划 观众朋友 您想马斯克花了多少钱 美国多少钱 蔡英文要拿出 251亿元新台币 分十年 每年才25亿 难道没有猫腻吗 难道没有问题吗 25亿一年 平均下来一个月 才多少钱 这些钱 这些钱能够用来研发些什么呢 研发人员的薪水 可能都不止这个钱了吧 还有不要忘了 英国前段时间 也想打造自己的人造卫星 想要自己发射 结果您也知道 它用飞机做载具 然后发射器 是挂在飞机上 然后一直飞 飞的时候 飞到一个高度 就是说到快到 一万英尺的时候 发射出去 结果这个火箭 发射出去了 没有办法 把它的卫星 送到既定的轨道 宣布失败 英国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办法成功的 发射一枚火箭 把它的人造卫星送上去 当初委托它发射的 那些人造卫星的公司 或是国家 他们的研究计划 又要往后延了 而它那颗卫星就作废了 所以太空的发展 是昂贵的 我记得我在1991年到96年的时候 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 93年我有去出席 受邀参加法国的航空展 在这个航空展 我碰到了台湾当时的 工业部门的负责人 我就跟他谈到说 我们在学校 博士班的时候 有做了很多的研究 然后我们当时的评估 人造卫星 是未来很重要的科技的产业 当时我就跟这位局长 跟他建议说 要好好的思考 整个太空的计划 这个局长 他也高度的重视 后来回到台湾 因为那段时间 台湾正愁 找不到新的产业的发展 结果回来 也成立了太空中心了 那你想那是93年的事情 现在已经过了几十个年头了 我都已经从年轻力壮 到现在已经迈入老年了 结果台湾的太空中心 到目前为止 没有办法发射火箭 也做不掉几枚 人造卫星 然后我们大部分的去 电视的转播 都要靠海外的卫星 我们的通信也是 各方面都是 所以这代表什么呢 台湾在这方面落后了 没有重视 须有起表 成立了一个中心 但是预算不到位 人才培训不到位 产业没有办法 构成一个产业链 现在蔡英文 却说又要打造 这个新链计划 仿造马斯克 其实稍微有点尝试 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 说有猫腻 为什么 当初一个前瞻计划 也不过就盖一条 几条轨道 对不起 不是轨道 我是故意的 是铁道 不是太空的轨道 不是在轨道运行的卫星 而是在地面上走的 这些火车 或者是这些电动车 或者是这些地铁 所走的那些轨道 所谓的基础建设 就编了八千多亿 结果到处花钱 造成了很大的弊案 当时台湾的有事之事 就说这是一个大全坑 而且里面有猫腻 里面藏污纳垢 里面也不知道有黑洞 也不知道有多少贪腐 在那边发生 前瞻计划 钱扎下去了 老百姓的血汗钱扎下去了 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任何一项 漂亮的成果 所有的基础建设 没有一项 让台湾的百姓耳手 撑到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好 现在又宣布 要搞这个卫星 我们高度的怀疑 因为编的钱 一年二十五亿新台币 各位观众朋友 有没有猫腻 不受监督 所以是不是采用 无鬼搬运法 想办法巧立明目 然后虚张声势 然后最后把那个钱 一笔一笔的 都把它汇出去 吸光人民的血汗钱 贪污腐败 常常从不受监督的 这个地方开始发生 这就是我们觉得 看起来 蔡英文他们认为 相当有可能 二零二十四年 位置恐怕不保 所以能捞 净捞 应捞 净捞 老百姓的血汗钱 就这样被捞了 整个政治部门的腐败 行政部门的腐败 我们不知道 常务纳购有多少 台湾的民众恨之入骨 但是又无可奈何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完善的监督机构 我们的司法机构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好好的 打贪 打币 所以台湾腐败的情况 坦白说让我们觉得 非常的忧心 忧心忡忡 当蔡英文超收 我们台湾人民的纳税钱 几千亿的纳税钱 被他这样超收 这六年以来 每一年超收 台湾的纳税钱 没有归还 而当蔡英文说 这个钱我们要补 前瞻建设的预算不足 我们要拿来买军费 台湾的民众生气了 这个时候 舆论大发 苏贞昌马上说 我发 大家本来以为要发 每个人发一万块 新台币 结果只发六千块 大家又很生气 那金德说 这是政府的德政 对不起 郭家瑜跟王志坚 就跳起来讲话了 批评了 说 这个是人民的钱 人民的钱 你还给人民 而且只还这一部分 而且有很多人没有缴税 没有缴税 也可以分到钱 缴很大税的人 也只能分到六千块台币 这个是岂有此理 好 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开始被出征了 被民进党出征了 所以在赖清德 主持这个会议的时候 就有民进党的党员 就举手了 说对于王世坚 高家瑜 常常跟 这个 民进党 唱反调 应该要开除他们的党籍 应该要把他们赶出去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民进党不是号称民主吗 所谓民主进步党吗 那民主不是要能够监听吗 什么声音都要能够容得下 不是吗 结果民进党不是这样 民进党在网路上 在自媒体的平台 只要跟他意见不一样的 声音不一样的 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网军 去出征他们 去攻击他们 去对他们做人生的侮辱 攻击抹黑 除了这个以外 对于 有执照的公司 例如说中天 他本身 在监督民进党 他就被 不续照 给他安上 莫须有的罪名 现在台湾的法院说 你们当初 罚他款的都不成立 七件全部都被驳回 而且定验了 结果民进党 不认账 所以我们看到 到处在搞这种 专制独裁的 这样的一个议员堂的民进党 他现在连他党内的人 都不能容了 当初赖清德说要跟蔡英文 来搅逐党主席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结果呢 发生了什么事呢 蔡英文的网军 对于赖清德出征 赖清德被打得求饶 说网军不要再这样攻击我了 不要这样侮辱我了 网军太可怕了 结果我们看到 这就是民进党 现在赖清德 想当党主席了 他忘了当时的痛吗 他要把那痛 加在人民身上 现在难道要开始 开除高家瑜的党籍吗 要开除王世间的党籍吗 王世间说 求甘之如矣 不反驳 不对抗 不辩驳 随便你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党 容纳不了任何生命 所以我们看到 民进党变成一个 专制独裁的 一个议员堂的一个政党 这个政党对于跟他声音不一样的人就出针 就攻击 就侮辱 然后就说 哎呀他们有这个不实的言论 其实不实的言论更多来自于民进党 年轻人们 在自媒体上 对于民进党的倒行逆施 有很多的批评 高家瑜 高家瑜他常常去注意媒体的反应 注意他选民的反应 所以他站在民进党的立场 他还是站在民进党的立场 他跟王世间一样都站在民进党的立场 来给他们的党中央 给他们的党提供建议的时候 然后这些人的声音就听起来刺耳 就要开除他们 要开杂他们 其实这个就是民进党 长期以来他们没有言论自由 长期以来他们就是对于跟他们意见的人 就剥夺他们的发言权 长期以来只能够对于他们歌功颂德 如果对于他们的道行逆施 提出具体事实论证 他们都说这是不实消息 民进党腐败到今天 民进党议员堂到今天 他们越来越加的堕落 坦白说这个党已经不复 当初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样 为什么刚刚成立的时候 那一些元老全部都被民进党赶走了 绝大部分都被清除殆尽 现下留在民进党的人 几乎各个都是独裁又专制 毫无民主的素养 蔡英文跟苏贞昌又在演一场猴戏了 这场猴戏是怎么上演的呢 我们还记得去年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大败 败的灰头土脸 败的很惨 民进党党内有很多的 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 有很多党员 他们要求 蔡文应该要负责 苏贞昌应该要负责 蔡英文被迫 辞掉民进党的党主席 但是他不死心 他不甘心 他想继续控制的民进党 在这个时候 赖清德马上就跳出来说 我要选这个党主席 党内一看 大势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人起来反对 也没有人起来要跟他搅足 那赖清德看起来 就是要选党主席了 接着民进党的派系的斗争 马上就展开了 因为民进党的派系 是透过激烈的斗争中 来寻求妥协 斗得越凶 斗得越厉害 然后势力越大 分的羹 分的肉 就越大块 所以当时 苏贞昌马上就说 那我也要请辞 口头 扭逆做太 我也要请辞 蔡英文立刻未留 好 我就接受未留 我忍辱负重 我等到这个会期结束 我们再来看 这就是苏贞昌 扭捏做太 他为什么不学赖清德 坚持不接受未留 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 年轻人瞧不起他 民进党党内有一些人 也瞧不起他 他天天被骂 他的同事们 也天天几乎被骂 目前民进党的 网络上的负面声量 排名第一的是蔡英文 苏贞昌也是排名前五 还有一个 就是台北市市长落选的 陈时中 但是他们还是恋战 他们还是要他们的位置 一点都不想让 但是民调一直往下走 九会议选后 有几个县市长 还有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 补选 结果民进党三连败 县市嘉义市的市长改选 结果败了 台北市的中山区 北松山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改选 林农也败了王宏威 国民党的大胜 投票率是很低的 才百分之四十多 过去如果投票率这么的低的话 国民党要赢很难 结果王宏威还是赢 所以如果投票率恢复正常六七成的话 王宏威就大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 兵败如山倒 节节败退 本来他们还以为 他们可以获胜的 结果都输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我们特别留意到 苏贞昌到底要不要辞 消息出来了 谈完回来了 说 蔡英文很肯定 苏贞昌的表现 跟他的团队表现 大家一看 很肯定啊 这么棒啊 好棒棒 那就继续干吧 但是他又说 等到这一任的任期 也就是立法部门的这个会期结束 总预算案通过之后 内阁将会有所调整 哎 这个时候大家就百事不得其解了 说 蔡英文不是很肯定 苏贞昌的表现 那为什么还要调整呢 还要变呢 哎 有毛腻哦 是不是细节藏在里面呢 因此 当初的传员 说相当有可能 苏贞昌在年后会下来 在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 修会之后 重新内阁改组中 苏贞昌也可能一并被逼下台 那现在有可能是苏贞昌在讨价还价 在为自己磨下台之后的路 然后在讨论接任的人选 到底是谁比较好呢 一说是郑文燦接 可是我个人的推断 这个几率比较低一点点 因为郑文燦是新潮流系 赖清德也是新潮流系 那如果郑文燦接的话 郑文燦一定会想办法做求 把它做好给赖清德 所以蔡英文会很早很早就剖压了 就剖脚了 也就是一换内阁 蔡英文立刻剖脚 不要忘了 和平保台 就是郑文燦先喊出来说 两岸政策论述要改变 接着就和平保台出来了 赖清德也说和平保台了 您想想看 双方之间是不是非常有默契 同样太细了 但是如果蔡英文不想这么早剖压 还想大权在握的话 那最好行政部门的负责人 那就是陈建仁了 所以我的估计 蔡英文不想这么早的剖压 因此陈建仁的可能性最大 而且民进党内的各派系 也不希望整个整晚都被新潮流拿走 所以他们各派系中的妥协协调 那相当有可能最终就是由陈建仁出来 那当然他的副手搭配有可能是郑文燦 但是也可能是林嘉隆等等 这些都有可能 但是至少我们都知道 赖清德一定要想办法摆脱蔡英文的潜质 不然的话他2024年当写率会逐月下降 那蔡英文当然不愿意他 现在这么早就颇压 所以还想继续操控整个政局 但是立法部门各派系 还是要分杯羹 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内部的斗争 将会非常的激烈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见